而面对高高平地区的严重灾情 大高雄市的三位市长参选人都宣布 要暂停所有的竞选活动 全力投入救灾 那么今天也有人开始讨论 这一场水患曝露出大高雄的排水问题 民众心里的不满 是否可能会影响到南部的选情 不过两党今天的反应都同样低调 认为现在应该以救灾优先 南台湾淹大水 高雄县市更是首当其冲 高雄县市长杨秋新和陈菊 光是勘灾行程就排满党 一切已救灾优先 竞选活动全部暂停 只是我不喜欢用这个很政治性的语言 我就用实际行动来做救灾 而且我希望在最短时间 把这个灾后重建做好 那现在整个市府团队 都投入在灾后附建的工作 好吗 避免被贴上指挥拼选局的标签 秋菊一口同声必谈选情 就算外传南部水灾 会波及民进党南俄都选情 也不做回应 民进党中央则由党主席蔡英文 亲自定调 全党以救灾为主 追究责任不及于一时 重点放在救灾上面 那至于就是说责任的归属 我想是要坐下来 大家多一点同理心关心 就是不要太多政治上的这些攻击 南部淹水灾情惨重 对应必谈选举 南一大高雄参选人黄昭顺 也提前反驳投入救灾 西北市场参选人朱立伦 还要大家感同身受 不要联工灾水灾 也要和政治扯上关系 大家赶快来治水 赶快来救这次的水灾 赶快让大家能够平安的过中秋节 比较快乐一点 朱立伦也以治水课题为主轴 强调中央政府组织在照 设立了环境资源部 希望整合治水部门 只有部分党派同心协力 才能真正解决台湾血患 记得综合报道